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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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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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复制这样的做法 这是现在文创比较大的商品上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所谓的Cultural Industry的这个复述 它一方面提出一种解讨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更深化这产品的可能 那文化产业有人认为 我相信这也其实也是文件会 因为它在这个旗舰计划里面很深的一个思维 就是利用文化来创造财富 来增加我们国家未来的软实力 但是这个软实力不见得就是可以算出利率的这种财富 那英文学人认为文化产业的制品其实都是文本 这文本其实包含很多文学、音乐、戏剧、美术上面的 都可以算是 那它这个产物出来是可以让人心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所以它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文本所产生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一个文创这个事业最重要的核心 现在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核心呢是虚空的 我们并没有照顾到 那外围它应该还有一层是包围着服务这个核心的一些产业 所以它第二围的周边呢它应该是有一些比如说它可能是小手 像我们广告系啊或是有些公关产业 那就是服务这样的部分 那另外有一些文化产业的硬体流行时尚 那在英国把它整个核心到外围都称为创意产业 那我们把它称为文化创意产业 当时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名词提出来 又有人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文创 难道我们只有我们的创意产业是有文化的吗 那其他国家的创意产业都没有文化吗 这也曾经是被指引人的部分 那在就在不久前我跟胡永芬和谐了这一篇 持衡的文化治理投计的创意产业 事实上我们从现行的文件会所实施的几个 跟文创相关的政策 应该是说文创把文化里面所围满下来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文件会 所以当然我们为了主要挂开成文化 我们应该是无二一了 那这个文件会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规划 规划是朝向可以看到数字 可以看到产值 可以看到KDI值的这样的方向去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育成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席建计划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因为政府组织栽造 所以文化部未来成立 这组织栽造文化部成立之下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传奇的资料里面有个文创司 这文创司其实它目的就 我们从文创司的独立出来就可以看出 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被看重的 那我们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其他的司 比如说艺术发展司 它包含了视学艺术和过去标准艺术 那过去这两大区块其实是文件会非常重要的两块 但现在容索为成为一个司 你可以知道政府思维在这个权重上的摆放 过去的创造原创核心的价值已经被缩少了 反而是那种可以创造产品 可以做到的产品的东西 可以放到很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就很像我们的感觉 如果应该计算周围的东西 那这也是非常更重要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回到下面 那我还有几分钟 还有什么呢 那就可以好好地讲一下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现在目前还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我做了一个小的链接 这次会被OK吧 应该不会太想 这个部分其实重点来讲 所谓失衡的文化治理 我们可以看到从走入历史的这个部会 就政府在到以后的那个文化部 中央政府有十四个部会 里面有一个是有十四个部会 里面有一个是文化部 那文化部终于在520的挂牌 感觉上文化文件会被升格了 用成为这个重要的部会 而且它的原额边缺要扩大了 那事实上这原额边并不是真的很扩大 它是把过去我们在这个交易部 跟新外局的原额跟经费合力到文化部里面 所以看起来它整体的经费是变大 事实上不是它把它加起来而已 好 再来过去 文件会一直都被为人购民 原因是在于文件会过去 在政府的中央品质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 虽然为不足道 它政府的影响太大的 产生太大变数的一个部分 所以过去它的经费是真的非常少 我们过去文件会的经费 也不到整体 顾会经费的1% 那在总统的2018年 和文化政策摩批书里面 曾经有提过说要提高到 逐年提高到4% 但目前还是1%以下 我们真的是 农亦台上是受到接受质询的时候 姑且不论农主委他的表现如何 但在这一点上 政府对经费 可见它过去对文化文件会 其实是非常化碎 都放得很小 所以文件会变成很多部位 去跟它要线 或做结境 变成烟火化 结境化 烟火化 跟跳横化的这种 这种一个部位 那现在我们把它提升到文化 是不是要给它很多的武器 甚至要给我们未来的方向 要是正确的 不然你只是把人拥在一起 又变成一个更大的提款器 这是没有意义的 好 然后 我们看到2010年的2月 那文创法 三组通过 那时候盛职人非常高兴 因为他就是他任内文创委员任务 他的任务是烟火 通常家人在文创法 那这三件事 其实他都有达到 我可能不是很可惜 那盛职委其实他都是非常高啊 我也欢迎他来解议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好 那这文创法在2010年的2月三组通过 我们可以看到文创法 里面很重要的 他有读法 他又一般 他所在的范围 重要是执法 执法意思就是说 我怎样去实行文创 好 这执法里面有一个 文创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说 国家发展基金要依照本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 就是离拨一定的比例的投资 投资文化创法产业 好 在这样的调理之下 国 呃 呃 国发基金 就拨了一百亿个文创会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朝生非洋洋的这个 第二项文创的 投资部的公司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个里面呢 最大重要的是 我们政府呢 看起来就利益非常好 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本来是希望 要用民间专业的经验 来发展台湾文化 所以 有两个是 在这一位状态里面 一个是共同投资 第二个叫做 萎波民管 共同投资就是政府主义一些钱 民间主义一些钱 所以共同投资 投资给谁 不知道 投资给谁 当然要注意啊 对吧 到底要投资 嗯 投资 哎 现在讲不出来要投资 投资 我刚才是有政大 投资市区 反正不是很好的 好 回答起这个 超级线的投资 好 那投资谁做 就归由委托品管 好 那观点来 委托品管 这个 12家公司 合标是12家公司 有很多家 代数以上 是在截标日期之前 半年才成立 哇 还蛮好厉害 好准哦 因为这个专案 其实 从去年啊 到现在 过多久 他们怎么知道 要先去这公司 其中的 好 其中的这个 有几家公司 甚至 因为你去看这个 这个创合公司的规定 他是必须要 三年以上 三年上历啊 或者 两年以上相关事业 就是你跟文创 相关的这个 服务的经验 才能够成立 我请问 中国是国有吗 哦 这个国 里面有非常多家的 这个 抗扬公司 管理货的公司 其实是有 深层值得的部分 好 再来就是 共同投资 共同投资 其实哦 台湾或大陆的 都会是一个 哦 因为就是政府出100块 我们民间的投资公司 也要出30块 哦 政府希望用这个专案 可以吸60亿 可以吸18亿的民间投资 然后政府就是宽大 好 我们花了 国家基金哪来 各位 国家都要缴税了 对 口袋里来的 我们口袋里来的 好 所以政府给100亿 发100亿 政府给了100块 明天只要给30块 就可以共同投资哦 而且因为投资嘛 所以就算没有赚钱 也没有关系 哦 投资理财有 有风险啊 投资有赚有来啊 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质疑 这个专案的原因 因为第一个 成立的时间 让我们产生了 这12加是怎么来的 很大的指令 第二个 为什么政府会发展一个 这么宽容的一个政策 我只要政府出100块 我明天只要出30块 好 既然所以待会结束之后 大家反而去想一公司 让我们去找回 接会来这个 创投一下 嗯 好 回到最后一个 我觉得这样子的创投 呃 会有学程 会有文创的科技 当然 这些是立具胜肯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很棒的科技 呃 可以为我们分享很多文创的未来 管理人才 投资人才都很好 但问题说 学校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 一定会去 study 文件会所成立的这些专案 如果说 我们刚才讲 学校投资 这个公司 他们投资的标的 未来好像都成为我们的点范 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很恐怕的事件 所以呢 不管是学校 学系 课程 可以增加学生的数目 哦 或成为育成中心 那其实这应该都不是 国家要发展的重点 哦 那从来这个文创的现行 还有其实有些学校 他们拿了学校的 拿了文件会的做文创的育成 专案的这个经費 我都会觉得 如果我们没有提供出很好的案例 其实是 对未来的学校 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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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个 陆老师 在这短时间里面 从文创的角度 非常精彩的 用一个比较批判的角度 去看待 因为有点文创的这个概念 嗯 嗯 文化部的重力 其实并不去扩大 反而可能是缩小的 对于文化基础建设 这样子的一个关切 那些集团的计创的这个 那些集团去设定的这个 文创的这个 大部分的工具 在里面 去扩大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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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创的这个 这样一个政策 怎么其实 会全面的影响 教育单位 等等 我们对待 那个 文化建设 或是 文创成业 的一个 全面性 的 一个影响 接着我们 请 文童们 就 文化原研 因此 对应着这样子的 文化部 对应着这样一种 文创成业 以至于其实 电影 电视 视觉艺术 林明总统的一些 文化发展 那么 一群 基本上是 大部分是 中年人以上 然后 呃 产品很多 应该见 用分是 带上 来上场 前程 摔上了手 然后我们的 那个折成率很高 相对于 前一场的这个 年轻 充满了未来想像的 我们的这些 呃 大部分 像这个 这个 纯奇 基本上应该是 我们这一 这个美少女战士了 呃 这样一个组合 要不是 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 请有分 来介绍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今天说主持工作报告的任务 呃 2.15亿 来委托 赖声唱制作 梦想家 这件事情 呃 一个 呃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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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 这些实际的运动 而且他是在运动 非常核心 做一些特化 跟执行的工作 那他 他前年大概只有 30岁左右 他在台大 执行的 台大 实际研所的 博士生 这个时候 他呢 正会的事情 啊 他那两个人 这对是 写了其中 一篇文章的 红红 是私人跟市场的 工作者 他以前是一个 长期在媒体工作的 一个 炒定的一个工作者 他是一个 经验在做 一场操作 跟执作 然后长期的关系 运动 他因为跟运动上面的关系 运动上面的合作 相互手细 以及上台 另外一个人 就是长期跟做 文化运动的 就跟 尤其是跟 反对意识有关的 文化运动的 一个评论家 叫张远之 他给他们两个发力 提供 意思是说 如果在自己身上 如果大家在文化线 做文化 那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事情 本来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件事情 本来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 在他们两个接到新之后 他们两个接到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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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决定说 在 之后的 有一天要见面 然后 在之前一天 有一个会议 有一个会议就是 其实是一个新出发表会 就是大陆一个 威权的艺术家 全世界非常知名的 被评为去年 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家 亭养力最大的艺术家的那一位 叫做艾未未 台湾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谁怕艾未未》 那是一个新出发表会 但是用一个讨论会的方式 来做讨论 然后在他们要见面的前一天 有这样的一个座谈 那在那个会议上面 我以及 姚任中几个 市集一集介绍 我们都会参与 这一个品座 分析讨论 在会议上面 大家也讨论到了 梦想家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体会到了 在这里面 如果说整个 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不发生 不发生任何的 实际的行动的话 比如说 因为梦想家本身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 在台湾发展到现在 我们感觉到 我想当《一时报》的同学 也提到了一个愤怒感 大家的愤怒感累积在哪里 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多 看起来完全不合情 完全不合理 但是它合法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依法行政 恶法依法 这样的一个概念下面 发生了 政府施政 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 政府的所有的治理方式 都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发生了非常多 负面的 大家在评价上面 认为非常多问题的 一个操作方式 那梦想家本身就是 基本上来讲 他连 他连合法这件事情 他基本上都不合乎 因为从之前的几天 文化界的 这几位专业人士 所提到的 就是他里面有非常多 法律上面 应该被指的地方 所以当时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任何行动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 其实以后丧失了 对这些事情批评的权利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你都假到 只是说 只是废 而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招了 当时大家有这样一个感受 所以当时 在那一天 就集结了 是决于逐渐的人 然后 他们也去找了一些 软远之间的朋友 那隔天早上的开会 其实大概就有 将近十位左右的朋友 人数品是非常多 有点像仓促成军 但是在那天的会议 以及之后的会议 几次的会议之后 提出了 做了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提出九大诉求 那我们的部落格 网站等等等等 这些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就是冬结百年烟火 开启文化元年 九大诉求 第一个就是 要求现任主委下台 为什么 因为政治人本身 是一个完全没有 文化专业背景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一个国防部长 一个经济部长 是没有军事背景的 没有经济背景的人 就可以来抄起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国家 理所当然的 都一样 理所当然的 认为 文化这个东西 好像是一个 装典性的东西 是一个 装饰性的东西 任何人来做都可以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概念 完全没有文化专业背景的人 可以来做文化部长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民 他总承担的是一个政党的政治任务 并不是要来做文化事务的推动 那在这个概念上面 我们第一件事 整个是要求生成下台 第二个就是 要求文化预算 提升到5% 还有第三件事情 提升到各样的建议 也要求担当后年人 针对文化政策进行辩论 第四个 要求不足正常化 第五 要求正式 一文多元性 均论一文预算分配 六 要求文化政策 提升文化生产者 以其要求文化政策 制定跟执行 都受到全民监督 以法要求暂停 并且全面检讨 所有文化远去发包案 凍结 并且全面检讨文创院的主持的功能 第九 要求终结文化建设 也知道这件事情發展 我刚提到的文创院的事情 也在这里面 然后之后很快的 我们在十月二十四号 集出来之后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 对于三党候群人的 拜会的活动 拜会的活动就是邀请他们 我们在十月二十四号 集出来 邀请他们在一个月之内 也就是在选举之前 然后来对于文化政策 进行公开的 辩论或者发表 这样子 然后这个过程 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 崩溃路段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大概一个 然后但是 清明党在观望国民党的意见 国民党给了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回答 就是我们全力完全同意配合 但是我们认为为了解释 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 不要浪费社会的资源 我们应该在三场的公共的讨论上面 公共辩论上面 来谈文化政策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五分钟之内 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讨论 立刻回答他们 就说像这样子公共辩论的 那个三个场次里面 其实它牵涉到了非常多的 是关于各种各样的弱势的 包括所有所有这个团体里面 原住民 长照 团杖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 弱势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 文化议题 并不是这里面最为弱势的 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生管道 所以我们不同意 我们占据了其他的弱势团体 发生的那个机会 然后作为 因为我们要求 我们要糖尺就有了 所以我们要立反拒绝了 他们的回答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经过多方的交涉 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 因为可能受到 受限于其他党派的压力 接下来在 他们很快的回答之后 我们没有想到 在12月15号这天就同意了 但是在中间 他们决定让曾智朗当担任 文化部长 我们说因为主委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曾智朗本身就是 梦想家的 最后百年的基金会的副董事长 也就是说 而且他基本上 跟文创的 那一整块园区的人 有一些 非常非常固执 甚至是 文化议题 而且他跟自己的 就是文化议题 有一些 第一团区点 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关系 所以我们 中文化他自己本身 并不是文化专业的背景 他认为他是文化人类 文化人 说实在 够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 在他上任的那天 就办了一个 曾智朗入学卡 就是让文化想象的权利 继续创征 那在这之后 当天那个会议 其实基本上 当天那个活动 其实基本上来讲 可能是一个 最激烈的 那个 在 在抗争的 文化界 比较 实体的一个 但是其实 基本上来讲 他也是非常非常 和缓 非常非常轻松 大概 所以我们意识到了 我们对于居住的操作 这件事 并不是我们非常赞强的事情 但是 12月 15号的那个 那个 对总统辩论的那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内容 是过于狭害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努力的 广调各个 各种互联的专业 包括 公网媒体 电影 跨领域的文化评论 社区营造 等等等等 各方面的 专业的人 也愿意一起来 互联合 大家 在网路上 以及在网路上 用各种方式 征求大家 征求网路上面 非常公开的 所有的人 都能够对于 这一次的提问 提出他们意见 所以我们大概 收集了数百条的意见 然后再开会 整合 工作整理 出来 当天十二条的发问 十二条的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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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条的发问 然后当天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看到 这样的现场的直播 但虽然 很多人认为 这是形势上面 他们说的很好 特色化 对到我们的问题 但是这必须是 政府 总统候选人 毕竟面对 国化 这样的环境问题 才提出 他们的回答 提出他们的回答 之后 龙毅台 被决定 要接这个 龙毅台 可能我在想 可能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束 可能在之前 这么严苛的 教授跟批评里面 他们可能认为 像龙毅台这样的人 是适合的 但是事实上 在 梦想家庭事件 我们在 龙毅台上来以后 我们就针对 龙毅台 提出了一个 公开性 就是 请用政策 与行动说服我 这是因为 就是 演习他过去的 一篇文章里面的 那个 那个 论述 我们针对他的论述 跟他做了一些对话 尤其 梦想家 尤其在过去四年 马政府把文化 简化为 产业跟产品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从人潮的表象 替代文化杂根 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的 非常昂贵的烟火秀 参观人士 作为管车展览的标准 政策性的补助 远远 远远超过于 天洋市的补助等等 这些部分 还有 突显被俗的文化管理 把文化议会 文化议会 文化议会 成为 这样的问题 那 对于文化超义产业 现在发生的 这些具体的问题 及之前谈到 梦想家家的问题 我们对于 龙云台不但提问 你是要针对 这样的过去的 施政上的错误 很明显的错误 概括承受 比辈如何 还是有这样的干当 对于过去这样错误的政策 做出一种切割 提出 作为一个文化人 一个知识分子 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 但是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 应该有了视野 应该有了肩膀 那我相信 对于龙云台来讲 他一辈子的职制 应该是一个 华人社群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的一个高度 而不是一个部长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但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非常遗憾的 事实上他已经上任了 如果到了520 他就已经是95天了 但是他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一项非常短的行程大厦 给他使用之外 他所有的发展 都只要一项 他将会过去这种追逐 要代瓜承受 作为一个转换到官员模式 那在这种问题当中 我们开始跟自由时报 新闻等等 这几个媒体合作 对于专栏和专题的 一个操作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对于奥尔斯专业 专业都市改造改革组织 对于媒体改造学会 文化研究学会 等等等等 这些组织 我们做了一些策略上的联合 因为大家基本上来讲 都是在这个文化环境里面 希望对事情的改变 的革命的改善的进步 进到一些 在各自的专业方面 进到一些力量的 那事实上 文化研究基金会 这些组织图本身 它经由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扩充 然后跟不同的专业 整合的过程当中 它虽然是一个 中展和严重的状态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们很清楚 这个未来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 监督国家政策的 国家文化政策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 承受到非常多立法委员 等等这些人 希望能够跟我们 做某种策略联合 那这中间 还有包括荣应才本身 约谈了非常多次 希望取得我们的 某种程度的 共识跟谅解 但是我们都非常 紧紧的理解到 唯有我们保持一个 独立于政党之外的 与独立于党派之外的 独立于任何一个政治参业之外的 一个文化专业的位置 才有可能 持续这样的工作 所以之后我们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来讲都是 这几个文化专业团体 一个中间的串联跟连结 那政治人物 不管是文化部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明代 这样的政治人物 他们愿意来参与 或愿意来加入 所以我们偏离来 针对构合的意思发言 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不会 跟他们做一个 所谓主席上的连结 先帮他们到这里 好 谢谢 大家想想想 先去一个 非常有的这些 就是我们以前是在 他们的各自的一些 在一些文化事务 也文化情统上面累积 是我们有的 不过当然 为了就是在做 我们很辛苦 认真 一整天的这个 会议 各自的 我们有 那么我们还是 先暂时 看他们 报告到这边 那么我们 接下来有两个 两个三十年 我们希望各位 可以 接着 答案 疑问 让教育 可以 做很多的 事情 对于 我们把我们 是 记得 这里面 一